然后呢对于当前结果 你看我这里啊导进来多少东西啊 导进来海了去了 SKLearn里啊其实我导出来一堆东西啊 都是啊跟咱们的回归相关的 最基本的线性回归啊我没有导 导进来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拉扫啊 领回归啊都是什么 线回归啊当中啊加上一个约束条件吧 加上一个L1 L2或者说都假都可以的 这些啊就是咱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回归方程 然后呢咱们一会儿要建模建模的时候啊 先做第一件事怎么样去把这个模型进一个评估吧 咱用什么咱这里啊就用了这个东西 一个损失是吧一个损失的啊怎么评估啊 就是当前你的一个预测值和真实值 它损失咱们当然是要越小越好了 但是在这里啊就加上了一个开根号嘛 你看这里自定一下开根号下底边 就是咱们这个这个指标是吧 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RSE嘛 咱把它先指定出来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咱就是相当于指定了个评估标准 用RSE去做 然后呢指定一个交叉验证的倍数 用5倍的去做 接下来构造模型就完事了吧 在这里啊我们在用SKLEARN当中另外的工具 这个工具啊它的意思就是说 极点起来做一个事情 比如说先做第一个 再做第二个 再做第三个 这不就是一个极点模型吗 极点模型啊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写着方便一些了 就是做这样一件事 然后呢一会儿啊 咱还有对数据做预处理吧 数据处理啊 咱做了这个东西 就是不是直接做一个标准化 是做了这样一种标准化 这个标准化 它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离军点啊 直接处理掉 所以说更方便一些的 直接是SKLEARN当中啊 有这两个工具 咱们直接拿出来就完事了 现在第一个吧 对LASO这个变换 不是LASO变换 对LASO这个模型来说啊 首先建立一个极点模型 你看最外面 我是建立一个极点模型吧 里边第一步要干什么啊 第一步啊 先是去做 它的一个预输具处理吧 跟那个标准化差不多 只不过说 在这里啊 它又是帮咱们处理了一下 咱刚才看的那些离军点 然后呢 LASO这个模型传进来 正在画惩罚的一个力度传进来 这就完事了 这个就是一个LASO模型 然后下面就是 在回归当中啊 其实啊 这些变形体 就是要么用L1 要么用L2是吧 然后有一种模型啊 L1L2都能用 我也是 没太用过这个模型啊 但是它既然SKLASO当中有 就直接给拿出来 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拿出来之后 咱来看吧 就是一会儿咱会有 它的一个结果啊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领回归吧 直播说 它是带一个核函数的 那个核函数的表达方法 跟那个知识相机啊 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大家对核函数 不太熟悉的话 咱们回过头来 看一看知识相机那张 然后在机器学习里边 有知识相机那个东西嘛 知识相机当中啊 核函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核函数的介绍 这块呢 给大家列了一个博客啊 我之前看过 写的还算可以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博客来看一下 然后呢 梯度提升是吧 TUT这个东西啊 咱是用两个包啊 一个是XGboost 一个是基本的一个TUT提升 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吧 XGboost这个当中啊 就是这些参数啊 就给大家一个去解释了 之前都是解释过了吧 这个参数啊 每个参数的什么意思 咱就直接拿过来去用了 然后呢 看下结果吧 这个咱们也不用大家多说了 然后直接看下结果 对当前来说 拉索模型啊 大概的一个结果 我们希望结果越低越好 越高越好啊 越低越好吧 咱现在算的是损失啊 应该让损失越低的 不是算什么精度这个东西啊 是算损失的 精度也没想衡量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个回归嘛 所以说算的是一个损失 然后呢 拉索模型这个样子 像每个模型都有样子吧 就是我们现在分别构造了几个基础模型 看一下每一个基础模型啊 它的一个效果是长什么样子 差不多是吧 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 0.11几的一个样子 那你说现在 今天就差不多 看待最低啊 0.1151最低吧 0.1151 0.1151 这个最低的对吧 这个是进用L1 用L2的一个回归 0.1151 上面也偏低是吧 都还行啊 都差不多 差不多太多 然后呢 要干什么 我可以做一个极点模型吧 不是极点模型 我可以做一个平均模型吧 平均模型啥意思啊 你现在啊 预测的值 预测的值你是有的 你有这么多模型 然后呢 每个模型有个结果 那我现在算最终结果的时候啊 最终结果 我说等于你前面 所有结果的一个平均值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还可以做这样一个事吧 最初在这里啊 我就把一个平均结果 又拿出来了 这里面就是平均结果 给它拿到手了 其实啊 这个做法很简单 写了这样一个类啊 这个类当中 就做了这个平均这个东西啊 第一步干什么 第一步啊 去define一个fit函数吧 就用我当前的一个模型 去点fit一下 当前的这个model 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fit 然后fit完之后呢 进行预测 只不说预测啊 稍有些不同 预测的时候啊 就是你预测完了 要干什么 预测完了 要把咱们每次预测结果 堆叠在一起吧 你看这里 南排 我进行什么啊 进行了stack一下吧 堆了一下 相对来说啊 就是我要求 四个结果平均值 然后呢 南排点min一下 这就是把你刚才 堆在一起的 结果 再也在求平均 这就完事了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堆叠模型 堆叠模型啊 比较好理解 是吧 就是结合模型 然后各自都有 各自预测结果 拿各自预测结果 算一个最终的指标啊 这就完事了 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堆叠模型算完之后 算它的一个效果 平均值 咱之前看啊 都是0.11几 是吧 现在是不是低了一下 0.10几 这个效果 是不是比之前强一些啊 这个是咱们一个 平均的结果啊 比之前要好了一些 平均结果比之前好一些之后啊 咱再来看 还有什么 还能不能再改一改了 咱现在的平均结果 算了一个平均值 我能不能再用一个堆叠的结果 再去算一个值啊 堆叠啥意思啊 堆叠这个东西啊 咱就要分阶段了 在这里 我指定了一个第一阶段 还指定了一个第二阶段 咱来看一下吧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有个Base Models 这个Base Models啊 就是说咱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要训练几个模型 咱先来看吧 第一阶段的模型等于什么 等于我的一个 在这里看一下 我看我把哪个传进Base Models了 在这里之前说 你看Base Models等于什么 等于其中的三个 然后呢第二阶段有其中一个吧 说白了啥意思啊 前就是第一阶段 咱有三个模型 会预测出来三个值吧 这三个值 就是我第二阶段输入的三个特征 每一个样本 都会有三个值预测出来吧 那每个样本 咱就把第一阶段输出来值 当成特征 再输入到第二阶段 再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就是一个堆叠模型 跟之前啊 咱们说的堆叠模型啊 都是一样的 分成两个model 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干什么啊 第一个模块 你就单独训练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Base Models里啊 咱就给它单独的去训练 就完事了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啊 咱是不是得指定个这个东西啊 OF啊 Auto Floater这个东西啊 它什么意思啊 在你去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要求 交叉验证集的时候 我第一阶段看过的 我是不能传到第二阶段吧 那你说把什么传到第二阶段了 把交叉验证当中 那个验证集 传到了第二阶段吧 这个啊 它就是一个Auto Floater 它的意思 其实啊 说白了就是 咱们要交叉验证 去构造这个数据集 去玩事了 只是往简单去说 然后呢 事是这么个事啊 然后咱怎么去做的 写两个循环吧 第一个循环当中 是干什么 每一个model就训练 第二阶段当中呢 每一个model 你要用交叉验证集 当中验证集 得出来结果吧 就是这个事啊 所以说在这里 写了两个循环 两个循环完之后 然后咱就可以 拿这个第一阶段结果 咱就有了吧 你看 这两副循环 它是第一阶段结果 各自的交叉验证 都做完了之后 第一阶段 每个样本 三个指标 三个特征 做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 拿这三个指标 三个特征 一点fit一下 然后去得到一个结果 是不是就完事了 所以说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堆叠模型 堆叠模型 跟这个平均模型 不太一样 它是先第一阶段 做完了 再做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一个结果 当成特征 传到第二阶段当中 唯一啊 值得强调一点 就是它有个 autofloater这个东西 就是拿验证集 传第二阶段 你便拿你这个训练集 直接传第二阶段 这样相当于是你作弊了 因为你训练集 之前已经看过了 这就不行了 就是这样一个事 然后咱来看一下结果吧 你看这块 预测的时候 预测的时候 拿什么去预测的 把第一阶段的结果 都拿过来 在第二阶段当中 去做一个预测 这就完事了 这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的一个训练 先完之后 结果有多少 0.1085 看一下 上面多少 0.1091吧 咱堆叠模型啊 要比咱上面那个 就是平均模型啊 稍微好了一些 是吧 好了一些 但是虽然说明好太多 但起码提升了一些吧 这个就是一个堆叠模型的效果 在这里呢 就是当咱们建模的时候 跟大家堆别两 就是堆别不是两个事 堆别几个事吧 首先 对于一个回复任务来说 你说 就是单个模型 肯定能得到一个结果吧 每个模型都能得到一个结果 是单个模型 然后呢 你可以对于多个单个 求平均吧 这是一个平均模型 还能干什么 对于平均模型 我不是对于平均模型 对于单个模型 我还能做堆叠吧 前几个堆一块 最后一个选一个 再预测 这是不是堆叠模型啊 总签下来之后啊 咱看效果 是不是堆叠模型 效果要好一些啊 这个啊 就是咱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啊 最终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呢 然后还给这样 就是 当咱们得到一个结果之后 你说你最终的预测值啊 你不想让一个模型来做决定 你可以这样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堆叠模型 和平均模型 你各取 它们预测值0.5 加到最终结果上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些东西啊 就是咱们求这个预测值啊 有很多种方案 你都可以来试一下 这里能给大家说了 两个比较常见的方案吧 来去做 咱们这样一个 房价的一个预测啊 说白了 就是 有这些属性 有这些属性之后呢 咱先去处理一下 看数据长啥样子 再做了一个专家分布 改变一下数据的一个分布 接下来呢 再由我这个新形成的数据啊 去做咱单一模型 还有提成模型 并且呢 对比较效果吧 这个啊 就是咱们这个 房价预测啊 这个案例啊 给大家说了一下 做了些什么事 那这个啊 就给大家 先说到这里吧